今天我們想講一些應用倫理的問題 我身邊有一個新的嘉賓Samson 讓Samson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郭柏蓮Samson 現在在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做講師 教通識科 同時也有位置學校教一些通識科 例如思考方法 我自己研究的範圍基本上是倫理學 所以我們專門談談倫理學 什麼叫倫理學呢? 是智學裏面一個部門 我們智學有所謂形儀常學 講一些本體、靈魂、上帝存不存在的問題 有一些叫知識論 討論邏輯、真理的問題 倫理學是最應勢的 因為它直接處理我們人生的問題 包括人應該怎樣生活 什麼叫人生意義 什麼叫善、什麼叫惡 甚至要問我們為什麼要做一些事 是合理的或者不合理的 所以討論 我們第一個問題 想嘗試討論倫理學 裡面的一個專門的問題 是關於道德問題 道德問題非常難討論 聽上來講就是 你不討論 大概知道道德就是指一些誠信 指一個人對其他人關懷 又或者有愛心、有同情心 就知道道德 但是對讀哲學的人來說 總是會將一些很普通的問題 正確化 正確化 正確化就會複雜化 什麼叫道德呢 英文叫morality 或者背後的bishop所說的ethics 一種倫理、道德的區分 或者Samson 你覺得道德 你覺得道德 可否簡易一點去說一說 我猜剛才陶先生也有提到 所謂的道德其實就是 研究什麼呢 就是研究 很粗鬆地說 研究一個人應該怎樣生活 這是一個主字 但是研究怎樣生活的時候 於是我們拆散問題再問 我們應該怎樣行動 我們就要問行動的理由是什麼 然後我們要問行動是為了一些人 所以就問什麼是好 什麼是不好 另外我們要判斷對和錯 所以我們要問什麼是對和錯 所以有一個很大的主題 就是我們應該過一個怎樣的生活 就可以再分析一些很小的問題 例如行動的對錯 價值的好壞 或者我們行動有沒有什麼標準 有什麼理由 很多人都喜歡問什麼叫善 什麼叫惡 就是殺人一定是不好 在戰場上為各捐軀的人 殺人等等 有時候會認為是一種喜歡的 什麼叫壞呢 也很難 有時候很多人覺得相對 我們嘗試一個分析說 其實在哲學內部裡面 關於道德 或者叫理論道德的部分 有什麼區分 其實因為我們現在 如果你問的是 我們怎樣區分不同 問題應該這樣說 當你區分的時候 你要問清楚的是 你是在問判斷什麼是好 什麼是不好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有很多不同的理論 如果你說近代的區分 因為以前可能有一種說法 就是 上帝說什麼是對 就是什麼是對 因為神與論的說法 但如果現在我們希望 暫時不討論宗教的前設 我們就會說 可能基本上有兩至三大類 第一類就是所謂的效益主義 eutitarism 他基本上就是說 一個行為是好還是不好 就是在乎於他能不能夠為 最多的人帶來最大的快樂 另一個就是義務論 我猜大家可能都聽過 就是康吉作為一個很主要的代表 就是他覺得有些行為 他本身對和錯 就不僅僅是看後果 還要看行動本身的某些價值 例如尊重人的Dignity 尊嚴 或者人的自主性 這是最基本的兩個分類 本來還有很多不同的倫理理論 特別是英國人 其實相當多這些理論的成立 不過是哲學 因為普及法律 不可能逐一說完 但是 就是剛剛說的叫做效益主義 有些人稱為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我覺得比較過分 好像人們很功利 只是暴力 所以效益主義是比較好 比較忠生 因為中文的功利是有一種負面的看法 但是尊細地讀 2021 我們會反映,效益主義是一點都不自私 一點都不自理 因為效益主義是為了最多數人帶來最大的快樂 所以是完全不自私 而且在英文,eutritarianism的字根,eutility 即是效益本身都是neutral 所以我覺得用效益主義是比較好 至於義務論,英文叫Deontology 是一個德國哲學家,法國大革命前後的啓蒙運動時期的哲學家 讀哲學的人很熟悉,Emmanuel Kant 他的論理學或道德哲學叫義務論 我也想補充一下,Samson說過義務論的一種方式 義務論其實是比較難明白的 道德本身是內在價值 即是有一個前設,人本身是一個目的 每個人都是一個有尊嚴或自主的目的 所以有些行為我們不可以用一種交換的手段 或者用一個方式去取代它 舉個例子,例如真正的友誼 真正的友誼不是因為對方是位高於權重 也不是因為對方有錢 或者對方跟他所謂豬朋狗友的吃惡無樂 更重要來說,友誼是一種知己 並且彼此之間有某些德性的尊重 於是引申出來,真正的友誼是在於彼此之間尊重 不是在於交換,因為對方是醫生或者律師 交換某些利益 所以最大的分歧就是 義務論很堅持道德不可以用一些東西去交換 它是內在價值,很重要的 而效益主義的特點就是 道德其實是一個… 我不知道你是否贊不贊成 是一個媒介 不要叫做手段,是一個媒介 這個媒介的特點就是 我們是做某些事情的人士 為何要這樣做呢? 為何我要誠實呢? 是因為它會產生某些效益 或者令到社會彼此之間有互信 舉個例子,例如在中國內地 有時一些婆婆跌倒,會竟然敲詐人 失去互信的時候 社會就某一種沒有穩定 甚至慢慢解體 彼此之間會爭鬥 所以我推廣我們彼此之間要誠信 這個誠信本身當然是道德 但是意思是 它最重要最重要是 人生有某些善的後果 令大家可以共同生活 而有一種穩定性 甚至是能夠有幸福 我基本上是同意 剛才陶先生的說法就是 對於效益主義來說 可能道德是一種工具價值 即是某一些德性 剛才你看到的可能是誠信 或者是友情 對它來說就是一種工具 它是能夠帶來一些好的後果 所以那種德性本身就是一種工具價值 但是如果是 你用陶先生剛才的句法就是 它的方法就是 如果在義務論的說法 可能就是某些德性 例如友情或者剛才說誠信 就是因為你尊重那個人的一些內在價值 所以你會對它好或者你會守信 或者我們用一些實例去思考 因為這兩個倫理學或者道德哲學的理論 有相當的地方是針鋒相對的 仍然是很多人支持不同的立場 所以很值得思考 這個是比較熟悉的朋友 都聽過Michael Sandell的一個例子 例子裡面就說 有一輛火車正在開行 於是它衝向一個地方 因為它失控 火車司機發覺 既然火車煞停不到 唯有隨便在分岔路口 向兩邊不同 撞向哪邊它要決定 最後可能會是這樣的危機 左邊可能是有 只有一個人在玩 另一邊有五個人在工作 按照效益主義的思維 很快就想到 當然是撞向一個人那邊 五個人比較多 五個人的幸福比較重要 這是第一個很出名的 效益主義的issue 你覺得這個問題會引述什麼 這個其實是它想測試 我們的一些道德直覺 原本的setting 就是它原本的setting 是一輛車 原本是走向 撞向一個那個的 五個那個的 你可以拉鍵 拉鍵 令它變成一個 所以就問你拉不拉鍵 所以這裡有測試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你願不願意 用那個人作為工具 即是你拉鍵 它由撞五個變成撞一個 於是就好像 你拿了一個人來做工具 來拯救五個人 這裡還有另一個 它想測試的就是 所謂的curing和letting die的分別 一種就是 如果我拉鍵的話 我會親手令到那個人死 但是如果我不拉鍵的話 那五個人雖然死了 但是其實不是我造成的 是火車自己撞過去的 火車撞過去的 本身不關我的事 所以這裡其實是測試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curing和letting die的分別 第二就是你之前說過 就是我效益主義 可能會覺得 雖然你拿那個人作為工具 但是其實你可以救到更多的人 所以你應該要拉鍵 但是義務論者可能 都要看看什麼義務論者 除了康德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類型義務論者 他就可能會覺得 其實未必應該要拉鍵 因為你這樣是將那個人作為工具 所以這裡有兩個問題 因為那個所謂道德直覺 我們總是想說這個社會是群體 我們做一些行為 如果是兩害取其輕 因為總是有時候有衝突 當取其輕的時候 很自然就想想 傷害比較少的我們就接受 傷害多一些就避免 這是一個選擇原則 但是這個原則有沒有漏洞呢? 你覺得? 漏洞的意思是 這個選擇好像很合理 但是如果這麼合理 為什麼我們就覺得 效益主義是唯一的倫理道德標準呢? 因為其實我會說 我們的道德直覺是很複合的 就是我們一方面 我們會承認兩害的時候 如果迫不得已 當然是取其輕 但是另一方面 我們又很多時候覺得 每一個人的價值 可能是無價的 有這樣的說法 所以如果我們剛才的說法 好像是將生命量化 一個人的生命 就不及於一個人的生命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 生命是無價的 不應該量化 就好像將它變成物件 好像貨物一樣 貶低了人生命的價值 好 這個問題我們留待下一節 再生日討論 這節我們講道德理論 兩個主要分析 一個就是我們後面看的 Euditarianism 另一個叫Diontology 叫義務論 一個效益主義 剛才我們講過 當兩害取其輕的時候 人有一個道德直覺 總是當然取其輕的傷害 一定要火車撞過去的時候 既然是撞一個人 另一邊是五個人 當然你覺得不夠 都是我們拉闊一點 另一邊是一百個人 另一邊是一個小朋友 又或者是左邊的人 又有瘀酒吸毒 又有一個隱君子 另一邊是一些政要 你會出現很多的combination 於是抉擇裡面 我們大部分人傾向 我覺得當然是對有用的人保留 又或者是對多數是好過少數 這個判斷 這個判斷我們不直接討論 因為很多人討論過 反而我們嘗試沉根究底 想的問題就是 其實這兩套倫理哲學 或者道德哲學 最重要的分歧是對人的看法 人是什麽 這個又變成一個基本智慧問題 我想有一個簡單的想法 就是Deontology 就明確一點 人是什麼呢 是一個內在的目的 人是生命無格 例如康德有一個例子挺有趣的 就是人是不應該自殺 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我們的生命本身 不可以有一個工具 我們不可以把生命看成一個響落的媒介 當我開心生的時候 就要求擁有生命 當我遇了絕症或者很多痛苦的時候 我就放棄生命 好像生命是看它有沒有融 有沒有歡樂的機遇 所以一旦沒有機遇 我就要放棄生命 於是你們的生命就看成一個工具性 所以康德這個說法你覺得怎樣 如果你純粹從結論來講 我就是反對 我覺得人是有見自殺的 但是如果你說人不應該 僅僅將自己視為一種工具 亦都要將它視為目的 這個我基本上是贊同 而且我也follow剛才康先生的說法 一個很典型的對效益主義和義務論的區分 就是義務論 我們先暫時以康德做例子 因為我剛才也說過義務論 其實現代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他覺得人這個agent 即作為行動者 本身有些內在的價值 例如他的自主性 他的尊嚴 康德很喜歡說dignity 尊嚴 於是人的生命本身 或者他其實是說理性 一個rational agent 一個理性的行動者 本身就是內在的價值 但是效益主義其中一個人批評他的地方 就是效益主義將人當成什麼 即是當成一種快樂的容器 dummy的說法 即是說我們其實關心的 即是他說關心的不是人 而是那個人快不快樂 所以主題是那些快樂的pressure 或design 所以人是哪一個人不重要 所以師妹有一個說法 就是效益主義為何決定一個行為 是對還是不對的時候 他是問哪一個是否可以帶來更多快樂 但是哪一個快樂與否相對是次要 最重要是世界上快樂的量增加了 所以人就變成一種快樂的容器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批評 要是這樣人就不是目的 而是一個快樂的載態 這也是很技巧的批評 但我覺得可以用一個比較顯淺的方式 就是在效益主義裏面遇到一些困難 就是你首先問他 你覺得為什麼你會讀書呢 我讀書是因為可以找到一份困難 為什麼你拍拖呢 因為拍拖開心 並且可以孕育下一代 為什麼你要這麼辛苦買樓呢 因為買樓有安全感 可以升值 增加我將來的快樂降伏 或者是安居樂業 為什麼你關心國家民族呢 都可以解釋為 因為國家民族給我一個穩定感 保護我 所以每件事都指向一種 不知是贊成 即是一種自我能夠得到滿足感 安全感 這些basic instinct 如果你的意思是指向一種快樂的感覺 或者是慾望的話 我同意 但我不同意 因為聽人說明 就是一個行為 我們要考慮的 不僅僅是自己 還是其他人 但這個考慮 是一個工具的考慮 因為人是一個群居動物 不可能自己生活下去 所以我之所以 例如服從某些社會的法律 法例 為什麼不扔垃圾呢 不是在於我愛這個社會這麼簡單 因為我扔垃圾會妨礙公共衛生 最後來都會牽連到我的衛生 所以我不可以扔垃圾 所以其實最後來 他一定要把自我擺成第一位 但實踐上 我們需要限制自我 因為我們要群居 這比較技術 陶先生你所說的 是sophisticated egotism 即是一個比較精確 或者比較巧妙的自利主義 但如果我們看回 譬如像Mil和Benfum的說法 他說 他基本的原則是什麼 每一個人的法律都是一樣的 Can't one and only one 如果我們看回他們文本的說法 就似乎他本身沒有一種策略的考慮 你剛才說是一種策略 其實最終是為了自己的快樂 所以才成就他人 但如果在Utitarian的基本角度 就是其實我和其他人的快樂 是同等重要 所以如果你考慮自己的快樂 你沒有理由不考慮其他人的快樂 但問題是你為什麼覺得同等 所謂同等的意思 所以問題的分別就是手段和目的的關係 就是說我們所謂同等 因為例如我們大家都贊成一人一票 贊成大家社會的公民權利都應該平等 這個平等因為我們是一個共同生活的組合體 但其實最後來說 我是因為某意義上講的一種社約輪式 就是我進入這個社會裡 是得到我的保護 這個保護構成了一個所謂權利義務的關係 我既然得到一些權利 例如我在一個群體裡面 我可以分工合作 我可以得到軍隊的保護 於是說我做一些義務出來 例如我服從法律、交稅 所以其實是一個交換關係 不是在於我真的關心其他人 這個關心其他人可能是 我需要看足球的時候 需要其他人陪伴我 或者需要很多時候裡面 我們要一起吃東西的時候才開心 這個是一個需要 不是在於我覺得 為什麼對方和我一樣重要 其實大部份的人來說 覺得自己是最重要的 是的 但是陶先生 你剛才這樣說 你又將它變成一種契約論式的說法 但是問題是 如果我們看Mill或Bentham 那些最經典的 那些 他也有說 有benefluence 就是benefluence 中文應該怎樣 慈善心 慈善心 他經常強調 我是人 你是人 如果我的快樂是重要 為什麼對方的快樂是不重要 所以其實他兩個前提 第一 就是快樂是所有人都追求 痛苦是所有人都逃避 然後就是 我是一個人 我當然是追求快樂 逃避痛苦 你也是一個人 你也是追求快樂 和你逃避 所以我們應該做 就是我們大家的快樂和痛苦 是同等重要 所以我們就要 明白 但是問題是 快樂是一個私下的感覺 就是說 永遠是我的快樂 所以一定要我 為什麼我們有時候不快樂 就是因為別人影響我 其實最重要是 快樂這件事 表面上可以分享 我這個表面上的意思就是 其實最後來 當你是失戀 去到Party裡 你分享不到 因為我最重要 我很痛苦 當然 所以那個意思下 快樂本身是個人的一種感受 這個是 法律主義 或者這種Eucharism 背後總是有一種Eucharistic 由Eucharistic裡面 你是推不出 為什麼我要人同此心 心同此心 要尊重其他人 就這個快樂 推不出 所以應該有第二個原則 這個原則剛剛好 可能是 而無論的說法就是 人本身的目的 如果這樣說法 現在出現一個比較technical的問題 就是Eucharism需要兩個原則 就是人生不只是追求快樂 逃避痛苦 人生更加要對愛人如己 或者對其他人 看成是一個人的目的 會不會這種 我們很多時候批評Eucharism 就是 如果你是 只是一個原則 如果人生就是追求快樂 逃避痛苦的話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自私 甚至推到最後 好像那些 杜金斯所說 自私基因所作數 因為我最重要是 我自己生存 我生存的過程裡 需要我的安全感 所以引生出來的問題 就是 我們最重要是 得到自己的幸福 人生最低的 第一原則 只不過我們是 一個合群的生物 不能夠獨自生活 所以我們就用了一種 叫護衛尼他 這個生物 我很喜歡說 我幫你 你幫我 如果我幫了你 你不幫我的話 我會產生更大的報復心 我覺得這裡裡面 會不會這樣簡單總結一下 就是 義務論雖然好像很嚴謹 好像很嚴謹的多理論 但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座標 就是覺得 對人始終要承認它的目的性 所以康德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是目的王國 我們是一個 Kingdom of End 每個人就一個人 由這裡裡面 會引申討論到 甚至是政治上的基本 就是民主、自由 因為我們相信 每個人都是一個理性的生命 並且有抉擇的自由 所以社會裡面 不是純粹是保護社會福利 令到人所謂穩定性 你看看有沒有補充這樣 我的說法是 我部分地不同意 原因是 即使我同意 義務論 覺得所有人都是目的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 所有人都是目的 是什麼意思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其他人的目的 還是每一個人只是自己的目的 如果每一個人只是自己的目的 可能仍然有一種 跟陶生你剛才所說的 異告理論 所以他仍然要繼續解釋 如果在這個位置 跟剛才陶生你所說 考驗主義 都要再多些解釋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我猜這裡是要再解釋 可以贊成 其實有一個問題 因為時間關係 我簡單總結 就是倫理學 或者這些道德哲學 本身是在形勢的部分 總是有社會背景 社會風俗 甚至是文化背景 它是實現很多的 即是我們應該怎樣生活 怎樣對待 甚至是為什麼我們不能敲詐人 然後成為了法律的基礎 甚至是政治的基礎 這兩個基礎是我們共同生活很重要的 甚至包括經濟倫理 所以他的問題裏面 提到一個基礎的地方 可能就是他最後一定要討論到人是什麽 但討論到人是什麽的人 很可能就不是完全倫理可以處理 甚至是一個形相惡的問題 甚至是一個最後我們覺得 獨自我覺得神秘的地方 一開始我們問蘇格拉底說 是no die self 就是認識自己 當我們越做這個認識自己 就越不明白自己 這可能是一個吊詭或哲學活動的特點